另外要带大家来看到是中国知名的电商直播主 6月3号晚间进行直播 宣传了坦克造型的冰淇淋蛋糕 但是啊 断出的瞬间 直播忽然中断了 直播主呢 也立刻的发文道歉 之后他的微博都没有更新 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外界就猜测了 很可能直播主的举动已经触动了中国官方 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敏感神经 而事上我们来带您看到是中国的上海了 封城两个月之后 各个店家都积极的想要来拼复苏 大润发就挽起了创意的文案 把各式各样的食物拟人话说出了心声 举例来说像是活鱼 就是没想到多活了几个月 而红萝卜以及马铃薯则是自称冷宫蔬菜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人们的最爱 但是情让我体面的离开 真的是让人会心一笑了